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作者是一個精神科醫師 發表在《財訊》 這是一個台灣的報紙 這位作者是吳佳璇 是精神科醫師 首被犯為從醫學中心到離島衛生所 兼作歷史人物隔空診斷 這是他的描述 第十七年前那天 我在醫院看見的沙士風暴 發表在2020年 很多二字 任何人都沒想到 買到口罩味會成為春節期間台灣人見面的問候語 當政府高舉防疫大期 引爆口罩之亂一時難平靜 但多母子急除了要配套措施 也應該善用通訊科技提供信息 甚至心理支持 這是他的結語 我繼續讀 原子中國武漢 至今來源於傳染的圖景 明明的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剛巧在四年一度 總統立委大選順利落幕 集體政治狂熱尚未取消之際 除了中國春運 由台胞返鄉和綠客瀏覽喘入 1月21日 桃園機場登基檢疫 發現第一名確診病例 同一日 中國專家鍾南山公開證實 病毒入人傳人 武漢肺炎網路聲量暴起 48小時不到 武漢封城 暫停所有對外的交通 和市內的大眾運輸 湖北省內十三個院士 迅速跟進 台灣民眾集體記憶 對疫病的恐懼不安 也隨之爆炸 湖北五千多萬人 同時隔離防疫的經驗 在現在的公共衛生史上 是絕無僅有 唯有在2003年4月下旬 台北市立的和平醫院 因為嚴重緊急呼吸導疾 原來中序感染 沒有預警 封院 差坎比爾 一個封醫院 一個封整個城市 加上十三個城市 難得的春節假期 我竟然被這個念頭招著 一面追蹤現在真假難辨的角度消息 一面搜尋和平事件的相關報告 甚至搞出當年為進行沙士 對台灣健康 照工作者衝擊 某大學急診部的質性研究 那下數十萬字 受訪者的逐字稿 重讀直至開工 有事嗎 假期之中 我不時由著過度使用的皮肢眼睛問自己 十七年前任職台大醫院 雖然在和平群聚感染前 收治了絕大部分境外移入的病患 而我身在風暴和權力編除的精神科 臨床日上壓並沒有太多的變化 直至和平豐軟大量的病人逃出 湧向距離兩公里不到的台大醫院 我才感覺到裝備不足 高防護裝備優先被發走給家戶的病房 急症部的情況之下 協助一些困難的個案 譬如雙親因為先後感染 而要隔離的女兒 不聽勸了日日要去醫院 恐怕同時失去父母 他還揚言 如果不讓患病就會自殺 另外有一個外籍的移工 因為照顧住院的僱主 父親而受感染 污吏人員透過監視 天天天以淚洗臉 便照顧職神科 隔著口罩 比手滑腳 我終於了解 因為僱主打算一出院 送他回家 而心神不靈 會不會上到後繼的醫療照簿 以及怎樣可以告訴他 不知情的鄉下人 就類如瑜伽 除了陪伴、傾聽、必要時開跌藥 我不記得自己那段時間 確實做了什麼 足以決定性地改變病人的命運 不過除了平安、人際等院 陸續發生院內的感染 一天近兩百名發燒病人 湧入急症漆 越來越多的醫護人員 因感染隔離的傳言 很多員工 包括自己 心中的不安發酵 院長開始每天短講 除了宣度最新的防疫設施 澄清留言 更多就是信心喊話 記得在107週年遠慶那天 院長甚至要大家幫忙 不要成為乖遠的第一人 一氣守護這個家 即使以致租美軍空閘 也都未曾關閉的百年老店 不久陳政實在中恩委 考量安全 考量暫時停關閉 一得消息 我立即檢查幾日前 打包放在辦公室下面的行李 確認換洗衣物和衛生用品充足 再次做好豐軟的心理準備 十四天之後 急症重新營運 當日下班 連網把派不想用償的行李拿回家 隔天陸續輪席 由精神科和社工室攜手 為員工和隔離病 現在設置24小時的心理支持熱線 直至7月 台灣從疫區除名為止 心理支持專線 一度開展至部分結束隔離 回家休息和和平醫院的員工 最令人感動的就是這些歷盡波折 而且接過無數防疫和行政程序 追蹤的電話同僚 並沒有距離平身的心理衛生工作者 於千里之外 無論是台大和平 不止一個 應該更早接到電話才對 這個電話是指他打電話 做心理支持 面對新興的傳染病和各種天災人和 無論是受害者或者救援者 都需要心理支援 應該如何提供既有彈性 又及時的心理衛生服務 正當我們重新思考 17年前設立的研究主題 免書信息突然彈出來 學者如果把家居隔離的民眾 組成LINE群的話 同時放有一個心理專業人員在裡面 為他們打氣 鼓勵他們互相支持 這個行不行得通 當年站在沙士最前線 因緣際會成為了研究受訪的學弟 現在是家戶病訪的重症之心主診醫師 依然創意無限 他就開玩笑 你要我在群組裡潛水 或大風向 其實這位學弟的發想 值得努力震盪 當政府高舉防疫大旗 要民眾引受各種不便 無論戴口罩或剝奪人身自由 被隔離都需要各種配套設施 善用現代的通訊支援訊息 執行監察和進行心理支援 都是沙士期間難以想像到的事情 唯有口罩之亂 於選舉熱退不消 從以社區網站推波助瀾 一時難以平息 台灣的口罩之亂未平 但是心理所需就暴增 不用問了 現在很多人因為各種原因 無法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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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各種各樣的消息傳來 現在實際的消息量太多 引致大家心情不寧 要心理輔導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只顧著 這個疫情怎樣怎樣 很高興看到這篇文章 跟大家說說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心理輔導都很重要 希望香港的心理醫生們 都可以挺身而出 為香港的民眾提供心理服務 也希望國內的心理醫生們 都可以挺身而出 為各個奮用在前線的醫護 和患者家屬 做一些心理上的協助 希望這件事過得容易 多謝